一鸣二运三风水 有钱人就越注重自己的风水 所以他们对于风水的讲究 也会比一般人细致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个风水小知识 那就是枕头下面放硬币 硬币是很常见的 每个人都用过 看似简单的小东西 却在风水里面有着很大的说法 将硬币放在枕头下面 可以起到招财内负的作用 老一辈人认为 硬币是一种钱财的引证 有了硬币 大钱也就会随之而来 而且将硬币放在枕头下 在人们睡觉做梦的时候 可以和财器结合 这样一来 更有利于财器的降临 那么为什么放硬币呢 放纸币可以吗 放硬币的由来 硬币的面质虽小 却是流传最广的钱财 经过无数人的手 沾染了百家之气 还曲解的说法 比如有些家庭会把二十二五地钱 悬挂于家中 或者佩戴于身上 从古代开始 人们在新房搬家的时候 便会在枕头下放几枚硬币 一来是为了有利于家宅的稳固 另一方面 从风水上来说 硬币形状是圆形的 寓意着财源滚滚 而且放硬币的数量是有讲究的 不能随意放 一般枕头下面 会放三个或八个硬币 八通发 有发财的寓意 所以枕头下放八个硬币 可以增加财运 同时三也是一个比较吉利的数字 所以也可以放三个硬币 但要注意 四个八的寓意不吉利 要避开 放三个硬币 也寓意着能够家庭和睦 招财金宝 如果家里的房屋不稳 摆放硬币 可以让房屋更加稳固 起到镇宅避邪的作用 同时放三个硬币 可以让自己的睡眠变好 因为枕头是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睡觉时 我们的头枕在硬币上 硬币上有财富的含义 可以将财富与我们的梦想结合起来 一个好的梦 也能增加我们的财运 现在 许多年轻人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 把钱放在卧室的枕头下 不仅保留了固有的财富 还吸引了更多的财富 有些人肯定会问 为什么要放硬币 而不是纸币 因为硬币的形状是圆形的 放在枕头下 象征着财富的到来 那么 为什么不放纸币呢 因为纸币是纸质的 很容易损害 尤其是放在枕头下面 有些人会在睡觉过程中 无意识扭动 如果将纸币放在枕头下 很容易损坏 而硬币就不同了 不仅不容易损坏 数值也较小 就算损坏 也不会过于心疼 在以前 有老人的家里 总会说 枕头下要放硬币 会给家里带来好运 年轻人就不知道 这其中有什么道理 下面为大家解释下 枕头底下放硬币 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 以稳固作用 很多家庭 在枕头底下摆放硬币 是因为有的人认为 房屋不稳 所以摆放硬币 或许可以起到 稳固的作用 这样可以 让房屋更加稳固 而且这些硬币 还可以起到 镇宅辟邪的作用 特别是农村人盖房子之后 基本上一定会在枕头下面放硬币 以垫稳固房屋 二 为家庭带来财运 硬币虽然面质都比较小 但是也算是钱财 一般我们都会直接将硬币花出去 将硬币放在枕头底下 也是人们向财神祈求 为家庭带来财运的一个憧憬 希望家里的每个人的财运都非常的好 让物质生活更加充裕 三 图个吉利 硬币本身就是钱 将硬币放在我们的枕头底下 意思就是说 将财气和我们的梦境结合在一起 即便是做梦 也让我们拥有一个很好的财运 这些意思 不管是什么样 都表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和憧憬 但是这样的做法 只是让人们的心灵有所寄托 如果想要得到一些东西 最重要的还是要付出努力 四 吸财方法 在枕头下面放硬币 是大多人的吸财方法 他们希望在枕头下面放硬币 可以招来财运 不管是正财还是天财 只要能够帮助他们增加财运 他们可以说是愿望实现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招来财运的话 就在枕头下面放硬币吧 这样或多或少都是可以改善财运的 大多数人在枕头下面放硬币 是希望可以招来财运 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 只要能够帮助增加财运就可以 硬币的确有着改善财运的作用 而且硬币除了这一个招财方法外 还有别的招财法 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试一下 第一种是把十个硬币 和携有自己农历出生时间的纸包在一起 然后放在装满水的碗中 再将它放在冰箱冷冻 全部冷冻完成后再拿到屋外 让它在太阳下融化 之后便将水洒在屋子四周 将硬币用红纸包起来 放在钱包中 第二种则是坊间流传一法 准备一个竹子 做成的存钱筒 每天存入一元 直到存入六十元纸 当存到六十元使用一小 快红纸 写上小财记 偏财出 贴在竹筒上六天 六天后 将竹筒中的钱 每天花去三元 等到全部花完后 就会有偏财运的到来 财富人人都需要 尤其是在当下 公立主义愈演愈烈的社会环境之下 财富更是人们孜孜不倦 共同追求的 很多人终其一生 都在追求财富 享受财富的过程中 并乐此不疲 在他们的眼中 人生不过如此 没钱的时候拼命地赚钱 有钱的时候就拼命地花钱 人生便在这个循环中向前推进 实话说 这样的人生是挺悲哀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皆是由于人性的贪欲所致 老祖宗的智慧告诉我们 凡是要懂得适可而止 知足常乐 对于任何一项事物 拼命地追求和过分地消耗 都是不可取的 古人说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想要追求财富 需要通过正确的方法 就能事半功倍 在佛教的思想观念中 人的财运究竟是从何而来 我们该怎样做 才能赚取丰厚的财富 收获源源不断的福报呢 第一点 大量不失 我们可以观察自己身边 以及社会上的一些大富大贵之人 他们莫不是喜好不失之人 不失不仅仅指钱财和具体物质的不失 还包括语言 知识 技能等等 能够利他的一切 佛说 财不失得财 法不失得智慧 无谓不失 可得健康长寿 有人说 自己能维持生活 已经很不容易 哪里还有多余的财富来做不失呢 其实 关键的并不在不失的物质的多少和贵贱 而在于自己不失的一颗真心 有了这颗慈悲心 利他之心 在贫穷的现状也能慢慢改变过来 第二点 完善德行 大家一定听过厚德载物这个词 意思是 一个人有了宽厚的德行 就可以承载万物 换句话说 你只有打好了基础 万丈高楼才能牢固的建立起来 否则 你拥有的东西越多 就越有崩塌的危险 也即使德不配慰 必有灾殃 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 第三点 勤奋精进 儒家文化告诉我们 一秦天下无难事 曾国藩曾说 天下古今之庸人 皆以一舵字之败 一个人为什么在社会中没有成就 没有自己的事业 抛却其他方面暂时不谈 从自身反省而言 你做到了真正的勤奋吗 有的人可能马上会举出反例来辩驳 看看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 农民等等 他们也很勤奋 日夜操劳不停 但是依旧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啊 有这种观点之人 其实是十分片面的 可谓一夜丈母 不见泰山 首先来说 这些底层人士通过自己付出的辛勤劳作 不说大富大贵 意识无忧是绝对没问题的 比起那些动不动就想要一夜暴富 或者懒惰放逸 不思进取 甘愿做啃老族的一类人来说 已经不知道要高上多少倍了 凡是依靠自己的辛勤努力赚取的正义之才 都是值得尊敬的 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其次 所谓的勤奋是一个广义词 不仅仅包括深勤 还有眼勤 口勤 脑勤 心勤等等 也即使说 不仅要勤奋的去做事 更要善于思考 以此不断改善自己的行为 提升效率 这就需要丰富自己的知识 见闻 揭示广泛的人脉 通过名师加以指导 以及大量实践经验的积累等等了 这样才能使自己不断的前进 去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 所以有的人以贬低那些社会底层人士 来否定勤奋的思想 实在是很荒谬的 完全驱减了老祖宗的智慧 不过 提醒朋友们 不管你目前的经济情况如何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如果你老是哀声叹气 或者哭穷喊穷 那么你真的会变穷哦 不信 请接着看下去吧 一 一探穷三年 从命理的角度上看 因忧闷 纠结 悲痛而叹的气 很可能使自己的元气呼出去 因此导致真气外泄 元气都伤了的人 还能有好的事业财运 情感婚姻 健康的体魄吗 所以 朋友们要多感叹生活的美好 千万不要乱叹气 否则容易导致一探穷三年 古希腊有这样一个故事 女教士西洛和少年利安德尔相爱 但他们之间的距离是赫里斯海峡 希洛每晚都在楼上点一盏灯 为利安德尔引路 好让他能安全游过海峡 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 那盏灯被吹灭了 利安德尔看不到灯光 瞬间失去了游过海峡的信念 并且认为 看来希洛已经不再爱我了 他最终没能游过去 那盏灯是他心中的信念 失去了灯 就失去了希望 人一旦失去信念 就会哀声叹气 久而久之 会成为悲观主义者 另外 从现实角度说 叹 存在恶性循环 因为不顺 所以叹气 又因为叹气 选择放弃 所以没有激情 没有斗志 没有奋斗 没有成就 得不到重视 更缺少机会 导致更不顺 所以 一探穷三年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二 越喊穷的人 变得越穷 富贵的人 要有富贵的心 就有富贵的嘴 人造嘴叶最为快 成一时之快 但后患无穷 但嘴巴很富贵者 往往子孙发达 门庭昌盛 我老家有个 老人 嘴巴很有口的 三个孙子都生了儿子 这也是祖上应得 小王家进一班 读出高中时 在别人因为自尊 不接受学校的贫困生 补助的时候 他则因为说家里穷 免了学费 后来上了大学 他尝到了甜头 便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哭穷 说自己从小读书的学费 都是母亲捡破烂赚回来的 更不用说生活了 他顺其自然的 占了一个宝贵的特困生 补助名额 他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抱怨 生活不容易 生活费不够花 时间长了 身边的人都对他避而远之 不愿意听他那些唠叨 大学毕业后 他来到一家上市公司面试 经历了重重考验和千辛万苦 终于到了最后一关 在最后一轮面试快结束的时候 他对面试官说 希望面试官能考虑一下自己的家庭情况 给自己一个机会 面试官摇了摇头 穷不是资本 于是他被淘汰了 天天喊穷的人 只是会让别人嗤之以鼻 在别人眼里永远是卑微的可怜虫 大部分喊穷的人 其实都不是真的穷 只是养成了抱怨的习惯 佛家有云 万法为心造 人们对于外界环境的感知 其实都是自己的心念所感召 人不要喊穷 喊穷的人是很贫贱下 人喊穷就是不知足 或者要不失时 就舍不得拿出钱财来而喊穷 这么一喊 上天就把穷的磁场给他了 结果就越来越穷 那人要富贵 首先要知足 知足是一种成就下 对什么事情都要知足 慢慢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富贵 否则都会越来越穷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